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今天已经是第二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细节挺好玩 第一回来的时候他迟到了 然后我们棚的时间到了 所以就没路程 但是后来我说他为什么迟到了 说他临出门之前他要运衣服 他把他这个衣服要运的很平 他才能来就没穿好 他不能来 我觉得这个也供我了解你是个小窗口 其实我们上次主要是因为路上 完全交通动不了了 晕衣服只是一个细节 因为那天对没有 那次因为我们来的特别匆忙 所以临时从包里扯了件正衣 但实在太丑了 那个根本没办法上节目 就说叫他们帮我晕一下 然后后来结果 你特别重视这个穿衣服 你这发型 私下还好 然后上节目或者比如说公众场合 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 就会稍微注意一下形象 因为可能有时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和作为一个完全私人的一个状态 还是不一样 我倒很感兴趣 你的生活方式 你私人给我描绘一下 我其实 我的生活其实也蛮无聊的 说实话 我生活除了工作 其实都在工作 就不太像一个 除了工作都在工作 都在工作 就不太像一个年轻人 比如说旅旅游 谈谈恋爱 或者打打游戏 看看电影 喝酒 我的生活大部分都是一个工作状态 也挺没劲的 说实话 就在书里旅旅游 就跟书里的人谈谈恋爱 对 看书可以去一下世界别的地方 可以多看看别人的人生是怎么样 但真实生活中 我差不多这几年都是一直一个工作的状态 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新闻 你知道又有正义 徐老师你怎么看 就说是在哪 2012年有个榜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2012年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十大作家 头一个是莫言 第二个金庸 然后这里边就有了韩寒 郭景明 然后有人就质疑说 郭景明为什么排在曹雪芹前面 你自己怎么看 我当然我自己非常喜欢曹雪芹 我很喜欢看红楼梦 我大概从初中高中就一路看下来 就隔几年可能又再开篇 又不一样的感受 但我觉得其实 其实这个榜单我也能理解 就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你不可能比如说100年200年500年之后 所有人就永远在看一本书 你还是要允许就是说 每一个时代的有新的不同的东西补充进来 但是经典它永远都是经典 比如说我或者韩寒 那可能就是代表一个新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人们的一种阅读或者一种 那可能比如说经典的红楼梦 八经 莫言 他们可能就是代表每一个他们的阶段 你看他的表述显得跟韩寒就不太一样 而且过去咱知道现在不骂了 好像过去韩寒老骂你 你自己是不是也觉得有点有点有点不委屈呢 还是我我其实还好 我不太在乎这种东西 就是别人别人对你的批评 你就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如果讲的有道理 我就改掉 那我做的不好的 如果是因为误解或者我本身没这样的问题 那也就算了 那是因为他不了解你 你也没必要去较真或者去计较这些东西 做好自己就行了 虽然他是个这么年轻的作家 但是我觉得也已经有了历史问题 而且我收到的信息 对他的观点有两个 你比方说当年他的书里涉嫌抄袭这个事 这个咱们也没法回避 但是我发现有两派 比如说有一派就是作家 还有很多网友觉得绝对不可以接受 就你抄袭官司输了 而且还一直没有道歉 但是我还听到咱们的另一位嘉宾王猛 还有这个好像收获杂志的一位主编 他们的观点是 就说他这个是个年轻作家 他出了这个事情 让他自己去处理 那意思我们不要对他一次抄袭过分的苛刻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到了今天 你自己怎么想 因为这个事情过去太久了 所以说也不想再谈 因为以前已经谈的好多了 但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说 不管别人相信你 还是不相信你支持你 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用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证明 我到底可不可以写 或者我有没有才华 还是说是靠侥幸或者靠什么 这是我能做的 至于当年谁是谁非 那法律怎么判 或者说那些我觉得 那是过去的 我当年我已经讲了很多 也表达很多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内心的一个看法 我也不愿意去更多地去说服别人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用自己去证明 用时间去证明就可以了 就你不承认当年 法律的判决是实施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聊太多 你不承认太久了 那徐老师呢 我最感兴趣的是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上课的学生 大学一二二年级的学生 其实也是刚刚高中生毕业不久 我知道郭敬明主要的读者群 是高中生是吧 中学生 那在这方面我就非常羡慕他 因为他对中学生的感染力 号召力 就是说我就在想 你觉得高中学生喜欢你的作品 最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你自己觉得你用什么东西 最打动中学生 我觉得第一 他们可能在我身上找到的 第一个是他们的一种共鸣感 或者说是他们一个时代的一个经历 比如说你让他们现在去看 比如说《红楼梦》好了 或者鲁迅好了 他可能会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或者很好 但是你让他去体会那年代 比如说战争 饥荒 或者那种就是那个生活年代 其实他只能去想象 他没办法去感同身受的 去体会那个世界 所以说始终是有隔阂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 比如说这个年代或者这个时代 有一个作家他书写的生活 就是他们日常经过的 他们玩的游戏 他们听的歌 他们看的电影 他们每天的生活状态 当有人去描述这样的一些故事 给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第一会很 跟那个故事很有亲近感 所以他们很容易把自己投射进去 或者带入进去 那他们在那个故事里面去 找到属于他们所共鸣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你是更重视让读者喜欢 还是你心里有一个高无见灵的文学指标 你还是更想去达到那个指标 比如说达到莫言的这个指标 或者曹雪芹的指标 要写出一个好小说 还是说我就是为了读者 我要让他们喜欢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作家心中都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 都希望不管是你的技巧 你的这种作品的厚度 饱满度 你其实都会想要去朝那个方向去冲击 但是这不是说你一时半会儿 你想你就一定能做得到的 其实你还是要看到自己身上属于你的东西 你作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 你就迷失掉了 你过分的去追逐那个 或者比较那个羡慕这个 我觉得那没用 那你的东西 我注意到也有一些个议论 你看我们这个编导 我觉得这个写了一个提要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说郭静明是80后的一个这个代表人物 一直以来对他有一些负面的认识 其中一个负面的认识是什么呢 不关心社会 不对公共事务发言 传播错误的价值观 拜金追求名牌肤浅 那我觉得你可以对针对这个谈一谈你的想法 比如说你说时事评论或者公共意见 那你说我要发表意见 其实那是很简单的事我随便说随便写就行了 但是那个一定正确吗 或者那个 我讲的那些就擅长吗 我不擅长那个 因为第一我对政治或者公共事件 我没有那个敏锐度 我的兴趣爱好不在这儿 我可能就喜欢看小说 或者我就喜欢看 甚至我喜欢看一些商业的财经杂志 或者看一些时尚的东西 那是我的兴趣爱好 那政治第一我不懂 第二我不擅长我去瞎讲 那其实第一闹笑话 第二个你的影响力那么大 有可能你说了一些话 你的读者或者年轻人他们会被你影响 他们会扯到一个另一个不正确的地方去 就这一点我懂 而且甚至我同意 所以我与其说我讲的不好 或者我乱讲 我还不如不要讲 我感兴趣的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跟读者 你想象读者喜欢的东西中间会不会有矛盾 我其实不太管 我不太管读者喜欢什么 我觉得就是自己喜欢什么 就是说你所表现的读者喜欢的你 就是你自己的 我其实不太去太多的关注读者喜欢什么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你读者的喜欢你是猜不准的 而且你永远追不上 我觉得作家自己心里要清楚一点 就是说读者他选择你 他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的这种风格他喜欢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坚持这种风格 传统的文学批评界的郭敬明已经变成一个现象了 对 这个现象就是说大家 其实大家不是对他的作品怎么样 大家是搞不明白他的作品为什么这么畅销 有这么多的读者 对 因为虽然我们在理论上都知道 并不是越畅销的作品就是越好的作品 对 但是始终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这也还是很多作家追求的 没人不希望这种作品有人读 因此很多人想解释 但是刚才听你这个回答 从文涛跟我提的问题来说 他的回答是非常政治正确的 非常符合我们正统的文学理论教科书的手法 比方说跟传统的关系 他说传统大作家虽然很伟大 但是你要做回自己 比方说跟读者的关系 他说你不要去考虑读者 你坚持表现自己 这都是非常正宗的文学理论的观点 所有这些问题都回答得很好 只是我们的疑问还是没有得到回答 那只能说明80后开始成熟了 对 真是厉害 枪枪三连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咬牙切齿审问 说你的书为什么好卖 好卖它也不是还算什么 这是我们的工作 不不不不 这还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我们要搞清楚 比方说他说他表达了一些概念 他一些主题 比方说我记得人家超出他的名媛 就是很多你以为你念念不忘的事情 就在念念不忘的过程中被遗忘了 这个主题真的是红楼梦的主题 也是张爱玲的主题 他讲的这个社会跟个人的关系 张爱玲有过个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窗台上的花 比外面广场上的群众运动还要大 就是以我这里看出来 这句话是有象征意义的 意思说个人的事情就是 情人的手卷跟国旗是一样重要 在文学当中 但是人家还是有问题 那我们也有很多人写手卷 也有很多人写窗台 为什么人家就不创销呢 还是有什么道理呢 人家还是要追问这个问题 大家最看不了的一条问题 除了你创销以外 就是一般来说作家 不大用自己的形象 参与他的整个文学作品的制作 或者说我们想那个生产机制 鲁迅这些张爱玲那些 事后被人家放上去 其实作家是不秀蝙蝠的 最多就拿根烟在那里做成事做 对不对 他好像是不忌讳的 对不对 整个有一个发生的形象 不但不忌讳 而且就说很多时候 为什么咱们会觉得 咱们有点跟不上趟了 他我觉得现在是 你说这个小说卖的这么好 是写的好 还是卖的好 我说的是 好像现在的出版 他人家现在都等于是出版业的CEO了 对吧 自己办公司了 我觉得我下本书得叫郭敬明弄个腰子腰带了 这是作家的形象 作家的形象是吧 参与其中了 甚至你说他是作家还是议员 身份都开始模糊了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单单对你 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出版 所以从你这儿也看我们这个小时代 你这有什么体会啊 我觉得其实我们当下的这个图书市场的发展 因为我们从比如说新中国成立 然后到一路发展过来 它其实是大概最近十年 就这种文艺出版作品会爆炸性的一个增长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觉得是不断的萎缩 有有有 评众太多了 总量太多了 总量太多了 我跟你说 就跟中国每年拍 比如说九百部电影 你能看到的大概就几十部啊 对 大部分拍了都没放啊 所以说就是它的量这么大的一个情况 它就不再像我们以前 比如说中国可能一共就十个作家 那人们看到的书很少 那你只要出出来 别人就一定看得到 所以你都不用去怎么吆喝 或者怎么宣传或者怎么样 那当下这个时代就是说 它已经变成可能同时一天上架有一万本书 那你如果要单凭一个概率 去让人从一万本书里面去选中你 那是一个很低很低的一个概率 那今天 所以就需要偶像炒作 不一定是偶像 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说 像包括我们 比如说我们来上节目 那当然今天我是宣传电影了 那以前我宣传书我也会上节目的 我觉得不管你是上节目 还是比如说你上杂志拍好看的照片 还是你去比如说做签证会跟读者见面 你的终极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还是让更多的人去对你的书产生兴趣 去购买你的书去看你的书 那这是你在前期的 但是你先得让人家对你产生兴趣 不管是因为任何一个原因 那也许因为你的外貌 或者也许因为你的一个新闻或者什么 或者因为我比如说去跟读者见面 那不管因为任何一个原因 对你的书产生 因为它最终的一个行为 还是买你的书回去看 你的意思就是在书外的很多的做的事情 目的是为了达到书的这个 就是作为我而言 就像我酿了一坛酒 它很香 但是我在一个很深的巷子里面 那我就得把它 不管我再累或者再辛苦 我得把它拖到街边上来 我跟别人说我的酒很香 这个比较好 你要来 你要来 你要来买 你要在这个弄堂口占一个 对 那我今天我不管是抓一个好看的头发 还是我上节目 我所有的过程统称为都可以是在搬酒的这个过程 你知道 但是很多人觉得它可能很 你听我说 但是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有一个所 这一切都建立在你这坛酒的质量上面 如果这是一坛很臭的酒 你就算把它从巷子里面搬出来搬到街边了 也没用 要不我说它也是个工作狂 就是说为了达成成功 如果我相信我这个作品好 对 那么为了达成成功 你说我还有什么没做够 我再熬一个小时的夜行不行 能不能好一点 那行 能好一点 是吧 你这个再付出多一点 再上一个节目 干不干 干 对 比如说中午我们今天拍通告就说 你中午可不可以不吃饭 我们多上一个节目 我说可以 我不吃饭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生存艰难 生活艰难 那你觉得现在中国作家 中国作协下面这么多作家 是酒酿的还不够好呢 还是说不肯做搬运工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对自己有一个定位 因为有些作家他本身就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作家 他本身就是不屑于让人看他的书的 你知道吗 他的心态就是我写好 我就牛了 也有这么一个 我就自己分享 我不在乎你卖一万本 还是卖一百万本 很多作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他的毕生就是说我要写出好的作品 这样的人我是非常崇拜他的 但是我不喜欢 但是你也不准备去做他 我喜欢纯粹的人 就是说你真的这么想 真的这么认为 也真的这么做 我觉得你很厉害 但是有些作家 别装 对 他其实他也很想穿好的衣服 他也很想有很多钱 也很想大卖特卖赚很多钱 也很想 比如说买房子 好车 他也很想过这样的生活 但他做不到 他就 就是他反过来 就说我不屑于这个 你们那样不行 我但是真当有一天 他的书可以大卖的时候 他巴不得那样去做 这样的人我是不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纯粹一点 对纯粹 有时候会不会作为作家 会有这么一种 就是说 如果我太多的精力 放在这个外物上面 就是外面的事情上 会不会影响我的一种 创作心态的纯粹 你比如说有的作家 那叫一个脆弱 你让他出去 弄个签名会 他觉得心灵受了伤了 回来就 他就觉得非常受伤害 而且很多作家 觉得我是酿酒的 我到弄堂口开铺头 我就卖加多宝了 我们经营的是一份 灵魂的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老做搬运工 他觉得 但你就觉得 没有这个障碍 对不对 对你来说 名牌 拍照 头发 所有这些 跟你的艺术 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其实 这就回到我们说 你自己想要什么 其实对我来讲 比如说 你想一个三十岁 二十多岁三十岁 我这样的一个人 我生活中 没有爱情 没有 我大概有七八年 没有过假期了 我没有假期 我没有时间 陪我的父母 太忙 我每天 你想我早上起来 七八点开始 然后晚上一两点才睡 你陪女朋友逛街 女粉丝陪队 那没有意义的 那没有意义 那个不是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你付出了这么多 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事业上 如果你都还做不好 那如果另外有一个人 他每天都在玩 他每天都在谈恋爱 每天他 然后他成功了 那你觉得这合理吗 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看来你认为这个成功 比起爱情要重要的多 对你这一生 更看重这种事业人生 就是个人价值的一个实现 当然也有人 他很享受生活 享受私人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每个人的 世界观不一样 没有谁对谁错 我觉得他那个状态也挺好 如果他自己觉得 过得很开心 像我 我是觉得如果比如说 我公司经营的很好 我每个员工的事业 都发展的很好 我自己 我可以养父母 我自己事业有成 我实现这些价值 我觉得这是我的快乐 我每天工作 我都很快乐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一般来说作家是必谈商的 觉得作家如果说 我自己有个公司 谈钱多丢人 然后我又是什么CEO 这个是一个天敌 我们所知道的成功的作家 基本上 虽然他最后可能搞费很多 他很成功 但他本身自己在创作工程 他不会同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你似乎提供了一个反例 这个也是引起大家很多胶着的 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其实本身商业和作家 他不矛盾的 我觉得那既然有些医生可以是好作家 有些律师可以是好作家 鲁迅泰也是医生嘛 就既然这些人都可以是好作家 那为什么一个商人不能是好作家 你天生就把商人排除在所有职业之外了 那也不对啊 只是说我们从事了一份我们的职业 但是我们私人时间我们也可以去写作 但是整个文学史上还的确没有非常成功的商人 同时又是很了不起的作家 还真的是没有过 那就是看时代的去发展 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还没有过 看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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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枪塞人 没有也许比如说这个世界上 我们先提一下广告 他对商业不封闭 但是我现在想问 商业给你带来的快乐超过文学吗 我觉得它是两种不一样的概念 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到文学 它是一种很感性层面的 就你是一个个人个体的一个内核 在努力再去 就你心里有一个标准 那比如说100分是显成什么样 你作为一个作家 你会很偏执的去冲击110分120分 你会不断的跟自己较劲 但是商业它完全不一样 它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法则 它有一个规矩条条框框都帮你画好 你要带上这些所有的镣铐 你要在所有规定好的理性的逻辑的范围之内 去打败你的对手 去抢占你的市场份额 那是一种很血淋淋的理性的一种快感 它跟文学上这种感性的快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两种东西野心你可以说 但是都能够存在在一个脑袋关里 而且我不觉得比如说我们作家 其实你还是写的是书 我不觉得它本身跟商业 是多么对立的一个东西 因为今天你不管是怎么样一本书 你是《红楼梦》也好 还是一本特别烂俗的色情小说也好 你书后面都是打着定价 你都是摆在书店上贩售的一个东西 它天生的属性就是一个商品 你怎么能说你就跟商业是没关系的呢 除非你今天书后面别打定价 你就是送 那你牛 那就是谁卖的多 那才是谁牛 但是今天你打上了定价 它的天生属性就被锁定为是商品的这个东西 你说我今天我谁谁谁我多牛 我跳出来 你跳不出来的 没有一个作家可以跳得出来 除非你有一天你的书已经不卖了 这个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都愿意陪着你玩 那你可以承认这个所承认这个现实 然后不仅承认甚至就投入 所以郭敬明亘古之里还是一个文化经纪人 他这个对商业的重视超过对文学的这个故事 对成功的重视 因为在鲁迅他们看来 他后面的定价当然不是他这本书的价值 只是他目前的流通 鲁迅虽然也计较搞废 约达夫学经济 后来开酒厂也很赚钱 但他当然觉得自己是文人 所以他就是义无反顾 成功第一 他倒是两者兼顾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其实我个人我并没有觉得说 我最想说